欢迎大家收看习近平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官员纷纷访问军事指挥部 以支持战争计划 中国投资者对国有媒体的宣传进行抨击 股市下跌 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谈判 但他们的缓和局势有限 中国的经济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 银行的失误将导致英国陷入通缩 请大家收看 中国官员纷纷访问军事指挥部 以支持战争计划 南华早报 近几周 来自中国大陆的几位省级官员 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该战区负责对台湾进行监控 这些访问发生在台湾于1月份 进行总统和立法选举之后的敏感时期 这些官员承诺支持该战区的战备工作 并表达了与台湾统一的希望 这些访问被视为北京向台湾传递信息的一部分 此前台湾选举产生了倾向独立的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 美国反对任何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行动 并致力于为台湾提供武器 中国投资者对国有媒体的宣传进行抨击 股市下跌 彭博社 中国国家媒体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 中国充满了乐观 试图抵消人们对经济和股市的日益担忧 然而 就在文章发表后不久 股市暴跌 中国网民以讽刺的方式回应 分享了文章的标题 以及他们自己的负面经历和财务损失 这篇文章和随后的市场下跌 凸显了中国投资者日益失望的感觉 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谈判 但他们的缓和局势有限 纽约时报 中国和美国已经重新开始 就遏制芬泰尼流入美国的谈判 此前 中国最高外交官与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在曼谷进行了讨论 这些谈判是拜登总统在去年11月 在旧金山附近举行的峰会上 取得的少数成果之一 中国是芬泰尼制造所需化学物质的主要来源 每年导致10万美国人死亡 然而 这些谈判也凸显了两国之间言辞上的分歧 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而中国官员则否认这种说法 中国的经济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 悉尼先驱晨报 中国股市目前是一个反向买入的机会 因为上海和深圳股市即将触底 据每日电讯报的安布罗斯 艾文斯 普里查德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资本外流和信心丧失表示关切 导致采取了更多的宽松措施 法国新业银行的魏瑶和林敏认为 中国已经加大了财政 货币和监管刺激措施 这应该足以防止通缩螺旋 中国政府已经为社会住房和水利项目增加了1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14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 另外还有1万亿元人民币计划在3月份投入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特殊贷款增加准财政资金 并宣布通过降低银行准备金率增加1万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 上周 中国国务院承诺稳定市场 并准备设立一个2万亿元人民币的基金直接支持股市 银行的失误将导致英国陷入通缩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凯头宏观经济学的预测 英国的通胀率可能会在2024年上半年将至2%以下 比英国央行的预测提前了18个月 尽管M4货币总量下降 信贷紧缩 但货币政策委员会因为将利率维持在高位 并继续进行量化紧缩而受到批评 引则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呼吁立即降息 以避免2025年陷入衰退核债务通缩 并要求在流动性恢复之前停止量化紧缩 英国央行对工资增长表示担忧 但凯头宏观经济学认为通胀将反弹 并在第三季度上升至2%以上 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中国商品价格的下降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通缩效应 过去一年中国出口价格以美元计价下降了12% 以欧元计价下降了18% 日本向特朗普发出信号 不要达成可能动摇地区稳定的与中国的协议 南华早报 日本一直试图与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的亲信接触 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与中国达成的潜在协议 可能会危及多年来共同努力遏制北京的成果 日本政府担心如果特朗普在11月重新当选 他可能会寻求与中国达成贸易或安全协议 这可能会削弱七国集团 G7赋予国家最近对抗中国的努力 东京还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实施保护主义贸易措施 如对钢铁征收关税 并重新要求日本在驻日美军费用上支付更多 日本政府已派遣一位高级执政党官员 试图与特朗普会面 并与特朗普立场一致的智库和前美国官员进行接触 日本的外交努力是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是否可能再次出现 并传达东京的立场 下水道级别的谈话 中国菲律宾关于台湾的分歧加深 金融时报 菲律宾对中国在南海争议水域的行动采取了更加坚决的立场 这导致两国之间的争端不断升级 中国谴责了菲律宾的行动 并警告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二世不要玩火 菲律宾对中国的反应被视为轻蔑 并没有改善两国关系 菲律宾已经加强了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法国的军事联系 并同越南同意加强南海海警合作 然而菲律宾也努力缓解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重申其一个中国政策 菲律宾的立场受到了北京的批评 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预计情况将继续恶化 因为中国将对菲律宾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美国已表示愿意支持菲律宾捍卫其在南海的合法主张 北京警告基辅不要将中国公司列为战争赞助商 雅虎 中国已警告乌克兰 称其双面关系可能会受损 因为基辅将十多家中国公司列为国际战争赞助商 乌克兰将48家公司列为国际战争赞助商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14家公司 称他们的商业活动间接支持了俄罗斯的战争努力 北京与莫斯科有密切联系 并且避免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也表示必须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已提出帮助调解这场战争 参议员因询问TikTok首席执行官是否是共产主义者而面临强烈反对 英国独立报 共和党参议员汤姆 科顿 汤卡顿在社交媒体上就儿童安全问题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质疑新加坡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寿兹 Shawzi2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后面临批评 科顿的质疑路线受到广泛嘲笑 批评者指责他种族主义和无知 身为新加坡人的周一在否认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联系 科顿还因缺乏对亚洲和亚洲国家的了解而受到批评 亚洲的商业实力帮助维持了俄罗斯的战争经济 经济学人 在乌克兰入侵后 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受到了世界经济重心向东转移的削弱 中国在破坏制裁方面做得最多 2022年俄中贸易增长了29% 尽管6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亚洲国家中 有三个是该地区五个最大经济体之一 但亚洲的经济吸引力正在将贸易从西方转移 削弱了制裁的效果 俄罗斯和中国的例子凸显了西方 在对中国实施类似制裁时将面临的困难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新闻简报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中国官员纷纷访问军事指挥部 以支持战争计划 这表明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重视 以及对统一的希望 不过 美国对此表示反对 并致力于为台湾提供支持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投资者对国有媒体的宣传 进行了抨击 导致股市下跌 这说明了中国投资者对经济和股市的日益失望 然后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谈判 但两国之间的缓和局势有限 这表明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分歧 特别是在战略竞争方面 接着 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 中国政府已经加大了财政 货币和监管刺激措施 以防止通缩螺旋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关切 并且正在采取行动 此外 我们还看到英国可能陷入通缩 这是由于银行的失误导致的 这对英国经济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也给了中国一个反向买入的机会 最后 我们看到日本向特朗普发出信号 不要达成可能动摇地区稳定的与中国的协议 这显示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担忧 并且希望保持地区的稳定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些问题 并思考如何解决它们 那么 现在我们开放讨论和提问的时间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